被困在酒店的传媒 听到反对派武装分子可能攻入酒店 立即躲到二楼躲避 中央台派驻当地的记者说 听到外面有炮火声 但是不清楚是卡达菲部队 还是反对派 原来在地户的媒体 大家觉得地户也可能是三权 他们都已经逃到二层的地方做好准备 现在酒店门口已经很清晰地听到 有创传的声音 气氛非常紧张 经过了三小时 证实母军队攻入酒店 二年一以来 政府军限制了传媒在酒店的出入 记者表示不满 无论军队已经离了酒店 几个天 无法离开窗门 有封门在酒店 因为担心会受到襲击 记者在酒店里面的当眼位置挂上环颜 表明传媒身份 又贴上阿拉伯文的字句 表示是媒体 而记者都戴上头盔穿着鼻蛋衣 在酒店里面报导 或者躺在地上休息 酒店的电力和水供应都不稳定 剩下的食物不多 在37个被困的中外记者里面 有4个是香港人 其中两个是中央电视台 另外两个是凤凰卫视的记者 他们在星期六开始 被效忠卡达菲的部队困在 迪泥玻璃雷克索斯酒店 酒店附近连日来 枪炮声不断 酒店的玻璃被子弹击中 中国驻马尔他大使馆 接到在迪泥玻璃的中国公民 希望离开的请求 中国和马尔他政府相讨之后 马尔他派出一艘救援船 前往迪泥玻璃港口 但是当地战事持续 救援船未能靠安 要等候时机才可以撤走中国僑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尔玉也说 中方会尽力确保 在利比亚中国公民的安全 尽力协助滞留人员撤离